一年年 花开花落 冬去春来草又蓬布 一夜夜 历史散布 前浪远去后浪杠磅礴 一座座 火山爆发 天房的夜夜 军枉梅蒙过 叮叮 皇冠落地 都转行一世事 有心说 风吹过 雨打过 体体 剑踏锅 火山爆发 刀看过 远将分割过 抚摸着山痕昂起头 吞烟下去 如是融火 走过长夜 走过坎坷 走进 树色 六爷 你好好养病 朝中的事情不必挂念 有我们娘儿俩好歹地对付着 皇上还有什么话要对你六叔说吗 朕还想问六叔一件事儿 朝廷这些文武大臣谁堪大用啊 李弘杖 杖之度 家务战败 李弘杖虽然要负主要责任 但他是 竟是致用之才啊 旧经磨炼 不是那种就会 刷嘴皮子的人能相比的 而且统治光绪良朝 几乎所有大事 李弘杖都是攻身入局之人 有教训可见 有教训可见 有经验可欺 足可就任监卫 张之度 就任奉将大臣立足抵方 开眼世界 既有违心之质 且有违心之财 且有违心之财 而且他的学问极好 中学西学融会管同 皇上 皇上要违心 要变革 由此二人主持 我大清的国事 并可有大的气色呀 那六叔以为 翁师父如何 六叔 皇上 你终用翁同盒 举九州之铁 不能读此大错呀 六叔 老六 老六 六叔 六叔 此人举心脖策 忽视弄权 朕都知道了 六叔 你别说了 王同盒 身为帝师 皇上和太后 都对他宠幸有加 臣这样评价的 皇上 太后 不会高兴 但臣是 将死之人 不把这话说出来 对不起我爱心觉罗的 列祖列宗啊 六叔 乐于世 伯母 不客气 不客气 ith 不是 不客气 对不起 这菜 还说 不客气 我 不客气 不要 六叔 还说 除了 百船 不能 不客气 皇上有话要说呀 翁师父是属马的吧 谢皇上还记得臣的生辰 臣是皇上御前的奴马 这么说 明天就是翁师父的 七十大寿了 皇上日理万机 臣的这等小事 不必挂在心上 小事 朕四岁入宫 像这样的小事 翁师父为朕做了多少 人生在世十字式啊 皇上 朕的字 是跟翁师父学的 朕的文章 是翁师父教的 朕的从政经验 是翁师父一课一课教授的 翁师父 皇上 皇上怎么一说 倒是臣想起了许多往事 皇上何必再提这些呢 来人哪 这是亲爸爸赐给你的寿礼 谢太后隆恩 起来吧 谢皇上 朕在上面提了几个字 朕在上面提了几个字 丰到老陆與武�도无限许多各 jab 留作纪念吧 翁师父 皇上 臣 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这 屎支天良 太后刺臣这个 不知何意呀 翁师父 朕不会忘记你的 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宣旨 喳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军机大臣携办大学士 户部尚书翁同和 近来办事多位允邪 美于照对时咨询事件 任意可否 见路揽拳狂辈情状 断南胜书姬之刃 姑念其在玉清宫行走有年 不忍遂家掩浅 翁同和着急开缺回急 以示保全 倾此 臣领旨谢恩 皇上有旨 宣康有为上殿 公公们要都是像你这样的声音 那可就不是太监喽 好了 你们的老师 现在要见到皇上了 皇上会怎么说呢 翁同和被罢了 我若是皇上 便立即宣诏 恩旨康有为 玉清宫行走 为朕的师父亲子 胡说 就盼着你们的老师升官啊 说正事 皇上会说 我大清同治中心以来 法一直在变 见了新学陶 办了新实业 船政 铁路 练兵 都有起色 这不是始终在变法吗 康先生所言的变法 与我大清始终之变法 有何不同 好 皇上一定会这样问的 皇上问得对 我大清始终在变 但这都不是变法 而是变式 法者是之刚义 事者法制穆也 臣相信 数十年来 王公大臣都谈过变法 但所言者实在都是变式 所作者更是肢解 而非根本 皇上圣谕 国事不可为 臣以为 并非事情不可为 乃体制不可为也 好好好 甲午一战 便是我大清三十年办事的 誓今时 目随章而刚不举 这不行啊 我大清之变法 应如矗立泰山之巅 目光不为枝叶所毙 应如鱼夫捕鱼 举刚而不为众目所产 如此高无剑陵 刚举目章 方是今日之变法 好 老师这辩识与辩法之论 可谓调分屡系 精畏分明 一定会 深得圣心啊 不过 那些守旧的大臣 如徐同刚毅者留 一定会出些难题的 你们都拿出些 科举猜题的本事来 猜一猜 他们会出哪些难题 以便 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 我是掌院大学士徐同 听康先生红论大开眼界 康先生的意思 此番我大清变法 要大变 特变 无一不变 可是董仲书有言 天不变 道义不变 康先生要全变 难道要变天不成吗 问得刁 少变而不全变 变一而不变二 所辨者亦成未辨 这就好比一座宫殿 年久朽坏 小小的弥缝补漏 无济于事终要坍塌 必须拆梁换柱 方可惊得风雨 那么在您康先生的眼里 我这吏不上书刚毅 是您要拆的梁呢 还是要换得柱呢 一个比一个雕 我是军级大臣荣禄 康先生刚才说 宫殿年久朽坏 难道要把这紫禁城拆了 牛唇不对马嘴 这是荣大人说的话吗 好 再来一遍 皇上有旨 宣康有为上殿 周末 冧之者 请麻烦 人民币 黄邓 上天 多少秦 今日朝会特指召见康有为 与众臣共商 变法为新之事 今日朝堂之上 没有官职大小之分 没有品质高低之别 你们要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抗议为 臣在 朕的想法你都知道了 这变法为新变什么 不变什么 怎么变 你有什么想法 也跟朕的大臣们聊聊吧 臣遵旨 不必跪了 谢皇上 说吧 是 皇上问 变法变什么 不变什么 怎么变 微臣研究多年 概括起来说呢 概括起来说 举凡四变 一变风起 二变教育 三变实业 四变制度 变风起者亦有四变 变服饰 变礼仪 变婚姻 变语言 康有为 臣在 你就先从变服饰开始讲吧 皇上 我大清服饰 有朝服 祭服 功服 常服 不同爵位的王爷 不同等级的大小臣宫 又各有其服 且有不同的刺绣图案 以示区别 这 这显得过于繁杂 臣以为 西洋服饰 简洁明快 干净利索 可仿效之 这看起来是小事 可事官违心大局啊 变法之先 服事先变 国人看上去 仪表一新 意气风发 所谓苟日新 日日新 一国新人 跟着皇上变法 这才像个发愤图强的样子 康与为的话说得好 你们也别光听着 也和他聊聊嘛 徐师傅 老臣在 你也说两句 老臣对我大清服饰的典故 略知一二 记得还是在我大清入关之前 就有人提过要改换衣冠 可老祖宗 把我们前辈的王爷 召集在祥凤楼 告诉他们 我们大清的服饰 永世不得更衣 这是为何呀 为了上马杀贼呀 我大清的服饰 专为骑马射箭而至 我大清马上得天下 骑射定乾坤 徐师傅 你说当年咱们要换上 汉人的衣服 衣宽秀大 一动就兜风 磕磕绊绊的 那怎么还骑得了马 打得了仗啊 钢大人的看法跟老夫一样啊 钢大人的看法跟老夫一样啊 老夫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喽 府邸 府邸就在那洋人的使馆对过 与鬼微林哪 整天看着那些洋男洋女们 进进出出啊 就说那些洋男们吧 一个个西服革履 还浑身紧巴巴的 脖子上呢 还系着一根上吊的绳 哼 找死呢 再说那些洋女人们呢 哎呦 一个个弹胸露背 她露得都不能再露了 她招风惹叠呀 你再看看 我大清男人的服饰啊 多气派 那女人的旗袍多漂亮 为何要改 在老夫是看不出道理所在 徐师傅就看到这一层 浅了浅了 老祖宗将我大清的服饰 定为万事不可改议的组织 也就是不能忘本 这就是高瞻原主 倒不是同那洋姨洋庄比高低 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嘛 刚大人教训的是 老夫短钱哪 蓉蓉他 你 你 可是 你就的 人家 欠兵 你们 人家 一家 人家 西洋所无 有的是握手之礼 爹 咱们爷儿俩 也贤与为心一回吧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这洋人 不是以握手为礼吗 你 徐师傅 这不是在你家里 只是在朝堂 老臣知罪 老臣是气急了 可老臣知道 这礼仪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礼仪 绝不可造次 就说这见面礼 咱大清的官民 那是拱手为礼 见了皇上 那是跪拜为礼 可洋人呢 握手为礼 他男女更是亲吻为礼啊 在老夫看来 咱大清的礼仪 那是强过洋人 至少不沾肌肤吧 没有满脸他人那个唾沫 讲卫生 徐师傅 你 太后有一旨 除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外 朕可自为之 可听你们议论 这穿衣戴帽 说话办事 世事都连着祖宗之法 那咱还变得什么法 围得什么心 刚义 你说 皇上 如何变法 自是皇上前刚独断 奴才听命就是了 可是 昨儿个太后招奴才进宫 说闲话的时候 也谈起礼仪之事 说是圣祖康熙爷 当年为了洋人 悟行我大清叩拜之礼 一怒之下 将洋人全部赶出我大清 当时有人请康熙爷 对洋人可从全处理 皇上 圣祖爷那是多么好的脾气呀 可是要变更祖制 那绝不容许 因此 那个人话已出口 康熙爷便说 来人哪 拉出去把他斩了 刚大人 老夫孤陋寡闻哪 这么重要的朝纲之故 老夫竟然不知道 杀得好 杀得好 皇上 今日朝会 皇上圣恩 要微臣入朝议政 微臣感激替礼 但今日所议之事 都是刚刚开个头 就化作虚无 皇上 并非微臣狂妄 自古以来 必有忧国之心 然后可以言变法 必知国之威王 然后可以言变法 必知国之弱 由于守旧 然后可以言变法 必身信 变法可以治强 然后可以言变法 故变法者 守在变人哪 日本天皇变法 驱逐幕府藩侯 俄彼得大帝变法 诛杀禁卫大臣 所有这些非常手段 都是为了变法呀 变法难哪 皇上 变法难哪 皇上 有拦路之虎啊 皇上 皇上 臣冒死沉奏 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 这法就变了 皇上啊 皇上 咱们 攀忍我们 这兰朝文武 都是一二品的大员 老夫 我也是一品大臣 您看 献杀哪个好啊 徐师傅请了 以微臣看来 这朝堂之上的文武大臣 都应是我大清的忠臣 不能也不会做出 让朝廷杀你们的事 可是有谁阻碍皇上的变法违心 那就是他自己 找死 康大人 你的刀呢 先杀我好了 刚大人说什么呢 康大人是我推荐给皇上的 康大人是我推荐给皇上的 要杀也得先杀我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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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是赞成违心变法的 皇上 老臣整夜睡不着觉 想的就是我大清变法富强之事啊 想的就是我大清变法富强之事啊 耿耿之心 可见日月 皇上 皇上 不得杀 宫里刚来了一种药 朕觉得很有效 待会儿 朕让御医给你送去吧 谢皇上 退朝 皇上 天下大事 无过变法为心 我大清自从侍祖皇帝开国以来 圣祖仁皇帝 侍宗宪皇帝 历经守城 讲求庶政 仍贫御前清门 训御群臣 微臣请旨 恢复我大清先祖御门示众之典 御驾亲礼 小御百姚 号令全国 宣示我大清新政诏许 国事不定 号令不行 刘弼所致 徒岛击袭 朕今特明白宣示 上下一心 盛行经伦 广兴会议 述政公之舆论 文武意图已治庶民 各随其治 人心不倦 破固有之陋习 立济世之心学 变法维新 努力发愤 大镇黄姬 那些折子 不光要写出来 你还要拼下去了 督着各省各部 严格照办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这朝廷里的腐朽之气 要想扫除干领 一定要下狠心 没有这个决心不行 对了 刚呈上来这几分折子 你们都看了吧 只要督着办 这不是已经有了答复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特指召见 至少应该把老师的六品主饰 恩卓为四品编修 这是惯例 可皇上 都搭了这脑袋干什么 都给我精神起来 卓如啊 你身为大弟子就会带头发牢骚吗 老师 我 你以为那些守旧的大臣都是吃素的 咱们不是在违心吗 不给我升官 这是 这 这正是皇上的超人之处啊 偏不按常规办事 那些个大臣是不能指望他们违心的 可是 咱们的皇上啊 哥 皇上怎么说的 真是个好皇上啊 以往闻听传言 说皇上懦弱封闭 抚养尤人 今日方知 皇上不但天纵英明 而且胜率深远 勤政无比 有这样的好皇上 我大清心正有望 老师 下一步咱们怎么干 咱们以前是怎么干的 如今咱们已经把违心思想上达天聪 皇上欲门势众 天下振奋 既然咱们能够影响皇上 如何不能影响朝政啊 保守者是有权 正日在皇上身边鼓噪 但要改变朝政 非我们来不可 老师 可是皇上 没给您专折奏事之权啊 你老师过去有这个权利吗 也没有啊 弟子明白了 咱是没有奏事之权 可是有人有啊 心正 心正 皇上要的就是新的奏诣 可是这些奏诣 这些奏语 连那支持变法的大臣们 也是写不出来的 你们 大显身手的时候 到了 要是有努力的 但看这些奏读 那这些奏译 啥呀 没觉得 待愿能不能这些奏语 您 哪个家的奏议 都不得了 又在家里 这些奏译 才有 荣丧俱变 好 卓如啊 农工商方面的折子 都送到御史松伯鲁那里 由他承奏皇上 好的 老师 老师 学生写了 请皇上召见袁世凯的折子 对 咱们就是要不断地向皇上 举荐新人 以逐渐代替那些守旧的大臣 不过 姿势体大 这折子你先放下 让我 再斟酌一下 是 仲华 少全 你不认识 你可享福喽 吃得苦中苦 方得福中福啊 少全有何建教啊 仲华 我的直力可一直空缺着呢 折子 李中长 太后有请 请 您 你再尝尝这个菜包歌松 谢太后 好 好吃 这松软不说 还有菜书的清香 这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其实啊 做起来也不难 就用那个麻豆腐啊和羊油 黄酱把它炒熟了 然后呢 再把二十几种十心菜心剁碎了 也炒熟了 就和那个炒熟的麻豆腐拌在一起 最后啊 就用洗干净的白菜叶 把拌好的料包起来就成了 带着菜叶吃 这个季节 到哪儿去弄这些菜心啊 是内务府从广东那边弄来的 这下边的人还真尽心啊 可就是有心无力啊 就像上次你请我喝咖啡 吃那个奶油点心 我觉着挺好 让御膳房学着去做 样学得挺好 可就不是味儿 太后所言极是啊 洋人的东西啊 咱们就学了个样 没学到根本 你就说这变法违心吧 都是听说的 赵猫画虎 那你就眼睁睁地瞅着他们 虎妙烂花 这 这可不像你啊 李中堂 太后啊 真让老臣去画 不 不过我想啊 先到欧州去看看 这真老虎什么样啊 请太后恩准 你呀 你呀 我今儿可请你来呀 实质上我是让你出山 帮衬帮衬皇上 你可倒好 好吧 我明白你 我今儿可就随了你的心愿 让你到西洋去转悠转悠 知老臣者太后也 好了好了啊 坐坐坐 谢太后 太后 容忠堂还在外面候着呢 好 您加上初 就是 您早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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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最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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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啊 这正好为各省半亲学 树立了榜样 老师 那这道折子 该由谁来上呢 还是交给御史杨真秀 你发现了没有 凡是杨御史上的折子 皇上还没有一道不准呢 老师 关于制度局和建立医院的折子 写好了 这个折子先放一放 守旧势力太大 先别让皇上太为难了 卢汉铁路的工程报表送来没有 已经催过了 这就送到 怎么这么磨磨蹭蹭 是 战事府的人员统计名单呢 统计出来了 请皇上预览 禀皇上 命陈宝俭刘坤一 在上海事办机器制造局的折子 以你好 请皇上预览 禀皇上 命各省陆军改练杨操的折子 以你好 请皇上预览 禀皇上 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的折子 以你好 请皇上预览 送我 让我来 带来 救我 员 就要 牛 你 爹 陈宝俭 就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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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